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市场发生了一件大事情就是hoden退出了澳洲历史舞台 那么也就意味着这家160年时长的一家澳洲本土 这个成长起来的公司呢 在制造业领域基本上已经是告一段落了 并且品牌随之可能就直接就消失了 在近年底的时候 那么这样一个大的发生的这样的一个变化 有人就问是不是经济出现了巨大的一个衰退 或者是呢还是说hoden公司本身出现了问题 那么其实从这两点来考虑的话 我们就首先要知道 那么经济到底是如何影响的我们的企业发展 那么经济规律下企业应该怎么做 做什么 所有的经济规律呢 最终都是围绕两点来发生平衡再平衡和改变 那么这两点呢就是供给与需求 我们所有的企业生产制造啊 我们其实就是希望大家消费者能够来买我们的产品 满足投资者或者是消费者的所有的需求 那么企业满足的需求到底是什么呢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就是我们的企业能不能随着时间的流逝 能持续的满足消费者不断升级和改变的需求 在中国很早就有一句话 在疫经里面就出现过 叫做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 那么从古到至今呢 所有的利潮利贷 不管是企业也好 我们的过去的这些证据也好 但凡是社会要发生变化 那么如果是我们持续不变 不管是在任何领域 那么最终呢都会产生一定的风险和危机 那么第一点呢就是 我们看一下holden究竟能不能满足大家消费者的一个基本需求 那么事实上呢是可以的 因为作为作为汽车行业 虽然现在我们都是已经开始推行这个电动车啊 或者是推行了一些新兴能源的一些领域上的一些啊 改变 但是呢对传统汽车的需求呢依旧是存在的 那么就要看第二点了 到底呢是不是需求发生了升级 结果确实是的 那么目前呢大家对于汽车行业的一个基本需求 确实跟过去十年五年发生了一些极大的变化 过去呢我们可能觉得哎 汽车只要能开能上路经济实惠就好 那么随着最近五到十年竞争的一个逐步啊 越来越激烈 尤其是海外像日系汽车 那么美系汽车 欧洲汽车在澳洲市场的战略率持续走高 相比于澳洲本土的holden呢制造业来讲的话 它的生产成本较高 那么汽车呢呃这个漏油情况也比较严重 因为我的朋友呢在刚来澳洲大概是六年前 第一辆车呢就是holden holden的车呢开时间长了 其实小问题还是比较多的 那么在过去没有太大竞争的环境下呢 holden呢是属于澳洲的本土品牌啊 这个形象还是屹立在所有澳洲人心目中 那么因此呢啊大家对于他的这个需求 还是比较稳定的 而之后选择的越来越多了 那么这个时候没有做出及时的一个改变 好比说是诺基亚啊在手机领域 曾经也是大额大 虽然市场占有率低 但是呢随着后来一些新兴公司啊 像苹果这样的一些科技公司的截取之后呢 在同等竞争力下他的水这个吸引力对消费者来讲就略显不足 同样呢现在很多一些科技公司变化也非常的快 像苹果也是面临很大的一个竞争 比方说小米公司啊 比方说中国现在有一家科技公司 那么都是做手机的 所以呢不管是现在汽车行业出现了特斯拉也好 并且特斯拉的股价呢也是持续在走高 或者是其他行业 那么银行业也出现了竞争 那么这个来自于银行的竞争呢 它不是银行业本身 可能是来自于微信 来自于支付宝 那么在澳洲来讲可能就是来自于 Afterpay这样的一些互联网科技金融公司 所以呢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 或者是任何一个行业里面 都时刻刻会发生变化 如果我们能满足消费者最基本的需求 那么这是再好不过的 但是呢在激烈的竞争环境面前 我们还要去满足消费者的升级的需求 所以呢这个呢就是Hodden公司 给我们带来的一些启发 那么在投资领域呢 同样我们也是尽量去找 传统公司呢固然好 稳定安全 现金流比较充沛 但是呢随着时间的流逝 它的市场份额会逐步的被侵蚀掉 如果一家公司呢长期不思变取 那么 未来将会面临第一 就是生产成本的持续提高 包括货客成本 包括销售成本 那么这些呢都会随着 进入这个市场行业的公司的数量增加 而变得越来越高 同样呢利润率也会逐步下降 而原来的大家的需求选择呢 是比较有限的比方说就是这两家公司的产品 但是呢未来啊我们手里或者是我们的家庭里面都有汽车都有手机之后呢 我们的选择就会变得越加谨慎 并且选择的品类也会越来越多 更多需求的是个性化 所以呢对传统公司来讲 未来的路还是比较艰辛的 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判断一家优势的上市公司呢就不仅仅只从财务报表上来看了 因为财报发生了一些微小的变化 我们这个时候呢并不一定能够看到未来它的表现 买股票呢就是买预期 买预期呢其实就是买管理团队对于未来的企业的管理能力 这个时候呢我们一定要去研究团队和公司的文化 研究公司的企业未来发展的一些战略方向 如果这个方向出问题了 或者是在过去的几年 或者是未来不会发生改变呢 我们就要引起警惕 这样的公司呢在未来三到五年的一个市场环境里面 可能就不会有像过去一样生活的那么舒服了 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还要去联想一下 就是说发现了一家公司不好 那么看一下同行业里面有没有市场份额增加的 因为整个市场啊它的份额是有限的 比方说我卖车每年呢就会有1000亿澳币的一个市场 那么如果是Horden的市场供应量下降了 那么其他公司的供应量会不会上升 那么上升的究竟是哪一家公司 在过去呢其实我们投了很多美国的公司 包括美国的这个很多人买特斯拉 很多人买这个苹果 其实本质上都是一样的 当安卓系统的手机的市场占有率下降 那么苹果手机市场份额必然上升 那么苹果公司的股价必然上升 所以呢事物之间的相关性 我们一定要很好的去理解 除此之外呢最近啊除了疫情呢 还有这个爆了很多其他的消息 包括非洲的蝗虫 印度呢已经跑到印度了啊 现在印度也是受灾比较严重 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大家就可以想象一下 受此影响的一些公司行业是哪些啊 首先就有两个行业 一个呢就是化学农药行业 另外一个呢就是古物行业 也就是说啊我如果是要为了消灭这个蝗虫 我肯定是要买农药对吧 那么澳洲有这样的公司中国也有 所以呢不管我们的资金是在澳洲 还是在中国还是在美国市场里面 但凡是世界上出现了一些重大的突发事件 那么对于全球的经济市场 走势影响都是比较趋同的 所以我们看了新闻之后啊 发现了这个规律 那我们要挖掘背后能够影响股价 直接走势的一些公司 我们进而呢判断一个比较确定的方向 把自己的资金放在里面 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最近大家啊 从其实从前年开始就有很多机构 一直在唱衰经济 那么我们也曾经是警惕过大家 在18年底的时候 那个时候呢是中美贸易战比较啊 打得比较热火朝天的时候 但是呢随之而来呢 就是双方啊达成了一定的协议 我们就跟大家讲啊 股市方面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其实很多人有这样的一些警惕心理 是很正常的 因为目前呢股票指数 和这个股票上个股的一些适应率水平 基本上已经是在过去的对比来看啊 是处于一个比较高的位置 那么这样的高的位置呢 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大家可以看一下 做金融的呢 我们要做一个平衡和一个参考 参考的对象呢 目前就是美元指数 而美元呢价格一直在上涨 所以这个就意味着全球资本的这些资金 依旧是在源源不断回流到美国 那么回流美国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呢 还是因为美国自于发达国家 资本吸引力是比较高的 市涨比较稳定 并且呢能够享受额外的一个超额收益 这样的话资本才愿意回流美国 美元呢也会在迟迟不断的一个购买情况下 变得更加紧凑紧俏 所以呢在长期来看的话 我们要警惕的就是金融风险 那么从央行和政府的角度来讲的话 金融风险其实是分为两大类的 第一大类呢就是对于借款人 第二大类呢是对于贷款人 投资者的 所以呢从战略角度来讲 央行政府和企业包括银行呢 它本身呢都是属于借款人 因为同社会上开始融资 并且呢是做自己的事情 发债也好或者是卖股票也好 本身呢都属于融资性行为 一旦金融市场上出现了 可能发生了一些潜在衰退的信号 那么这个时候呢 央行或者是政府就会出来评估 这个风险的影响因素 到底是对投资者影响较大 还是对借款人影响较大 举个例子很简单 我们现在的各国央行呢 都是在纷纷靠印钱 或者是降息降准来刺激经济 那么这个时候呢 如果我们在过去十年之前 我们欠款是十万块 那么到十年之后的今天 我们欠的其实已经是不到十万块钱 十万块钱在过去的购买力 可能是一套房子 但是在今天可能也就是 十平方米的一个住宅 所以呢长期以往的话 我们的经济整体的一个偏向性 其实是有利于借款人的 那么这样的话 经济才会不停的在刺激下 缓慢的或者是平稳的去增长 因此呢在长期来看的话 政府和央行依旧是不会允许出现 有利于投资 或者是我们说的普通的这些百姓 如果大家不做借贷类的一些投资 或者是扩张 那么大家的这个手里财富 如果只放在银行里面 长此以往的话 其实呢还是比较有风险的 因为呢 不管是贬值也好 或者是购买力也好 我们的这个最终的资金成本 或者是资金的这个使用率 都是在下降的 所以呢还是回归到第一个问题 所有的投资也好 企业也好 个人也好 那么大家呢 一定要在经济环境发生变化的时候呢 适当的去调整自己的投资策略 投资组合 那么包括在最近市场上 比较震荡的行情下 我们要根据自己的 整体的一个持仓情况 去选择对自己的投资 最有利的那些 好了以上呢 就是我们今天的全部内容 大家如果是想要获得更多资讯 可以参加我们今天网上的网课 那么是在八点到九点的时间 大家可以通过手机和电脑 都可以参加 我们的这个联系电话是 03-8658-0603 大家可以随时打电话 和我们沟通金融市场的走势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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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